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注YOW科技获取这项用力 我是曾正琳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台华为Nova6的微信用力 这个机器是进水的 客人自己会拆 可能是经常看我们拆解视频 是吧 他会拆 拆了以后做了一个清理 然后可以开机 可以显示 但是没有背光灯 也就是说里面是有画面的 但不亮 调不亮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当我拆开机器以后 发现主板还是没有清理的特别的干净 这边清理之前的照片 我给大家看一下 当我做完清理以后 这个电阻是掉了的 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也是明显有被烧的痕迹 那么这个地方 它是跟这里相连的 然后跟这边相连 然后这个地方是相通 连了下面的跟 下面的跟 再通过主板连到底下的灯控 是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因为这个地方烂的比较严重 我就给它刮开了 刮开以后底下有两个点 我们放在给大家看一下 有两个小缓点 经过测试以后 发现是这根线是有用的 我这边测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测一下外面的这个点 没反应 没反应 里面 531 有了 那这个点正常是上来以后跟这里连 这边跟这里连 这个底下的跟 再这样子跟这边连 给屏幕 然后我们来测一下这边和这边的通断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吗 0000 这边是相通的 然后测这边 没有反应 不通了 我们可以仔细的看到 这个地方它本来是有一条连线的 这个地方已经空掉了 就本来这里跟这里连 然后现在断掉了 知道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直接要从这个点 拉线拉过来 拉到这个点上就可以了 我们就要尝试 这样讲我怕大家不好理解 所以我打开图子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基本上所有的LCD的屏 它都是有背光的 对吧 它会有一个芯片在主板上 然后它先要拿到电池的电 通过这边给芯片 然后待命 经过CPU的控制启动以后 经过升压电杆二级管 然后升压以后 把电压通过一个电杆输送到座子上 那么我们刚才就是说 左板上烂掉的那个地方 就这个电杆它断掉了 导致座子跟电压这边是断开了 它拿不到电 所以它就不会亮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这边和这边 进行一个接通就连线 那么灯的话肯定是要有回路的是吧 这个电经到屏幕里面 溜了一圈回来 经过这边有三条回路回来 当然回路是看屏幕的 有些屏幕是两条 有些三条有些四条 像大一点的屏幕的话 可能就有五条甚至六条 这一个电路是一个通通型的灯控电路 像我们nova6的话 因为现在是没有原理图 所以我就拿了一个nova5 这个nova5给大家看一下 nova6的这个图子跟nova5差不多 它里面还包含了显示 就是显示画面的供电 也是要由这个芯片供给的 然后我们再打开一个小米的看一下 小米的就更有意思了 它是集成在了一个电源芯片里面 也就是说它的灯控 包括它的显控 显控 还有它的充电 闪光灯等等一系列 都是集成在这个电源芯片里面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了方便补线 这边我稍微刮大了一点 先放点含油 然后烙铁再灵修吧 OK 来根线 对准 好 差不多 再加固一下 用镊子夹着 再给它多一点锡 加固一下 OK 这样也很稳了 直接接到这个线上就可以了 接完待会我们再盖绿油 这样你们清楚一点 OK 好 我们再测一下看 组织有没有到座椅上 座椅上 来了 来了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装屏 试一下看能不能亮 能亮的话 然后我们再给它 然后我们再给它抖上旅游 亮了 华为来了 来给个特写 诶 诶 来了 有密码 但是客人他暂时没有给我们留密码 所以我们要先联系他 问他要的密码才能测试功能 刚才补的线的位置 我们要把绿油盖上 我们先把绿油盖上 先关机 先把这里稍微清理一下 好吧 清理一下 清理一下 用电源去 热ój 热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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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机器等下我们烤缸以后还是不能装的 因为还没有客人的密码 我们没有把其他所有的功能都测试 所以要等拿到密码以后才能测试 那么有机修的小伙伴可以直接私信 或者微信公众号搜索AO科技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